第五集 现在我们脚下冰川中的建筑 必然是修建在悬崖上的 这里面的黑影子看上去如此完整 轮廓像极了婴儿 就说明下面没有坍塌的迹象 不然那种架空的建筑 一塌就完全不成样子了 所以说除非冰川中的不是陪葬灵 而是石头 不然的话 这陪葬灵冻在冰里 就肯定不是雪崩 而是人为造成的 胖子的理由非常充分 我点头同意他的说法 不过其他人并没有听出 胖子这个假设的意义来 胖子就问他 那又怎么样啊 胖子摆了摆手 如果不是雪崩 那修建灵墓是在九百多年以前 按照道理 九百年累积的雪崖兵 绝对不可能这么厚啊 所以这些兵肯定是人为的 我们脚下肯定是一片非常厚的人工兵墙 这兵墙又不可能直接压在建筑上 那肯定有一个糊涂 形成一个天然的兵穷 压在斜坡之上 保护着下面的建筑 类似于兵做的风土堆吧 兵没有我们想象的后 你看 这里的兵透明度很好 这也是一个证据啊 胖子一说众人哗呀 一个个都对他刮目相看 同时就突然感觉到脚下不稳当了很多 胖子还惦记着我刚才看清他 又知道我是学建筑的 就问我他的说法可能不可能 我点了点头 说理论上解释得通 而且有可行性 用兵来构架房屋 世界上很早就有了 三国的时候 草草一叶成 就用兵加稻草造的 艾斯基摩人也早就用兵 来搭建自己的房屋了 最近在丹麦 还有现代的兵建筑出现 说明兵的硬度 在建筑学上是绝对没问题的 不过草草一叶成 是在平原上建的 要在峭壁上搭建如此宏伟的兵穷 真的可以实现吗 我又有点保留 毕竟是在一千多年前左右的时候 汪藏海就算能超前他们那个时代很多 也不应该牛到这种程度啊 胖子听我同意他的看法 马上就得意起来 甩了甩头发 牛 胖爷我 这就叫人才 叶成问我 我说吴家少爷 那能不能根据建筑学 算出这兵穷的可能厚度呢 我大学里啊 大部分学的都还给老师了 不过单位体积兵的重量 我还知道 心里莫算 套用了几个公式 一算就出来了一个数字 如果像胖子说的 假设使用木头的支撑结构 那我们脚底下冰层的厚度 不会超过十米 不然自重太重 会自我坍塌的 用什么都撑不住啊 十米 几个人面面相去 盘子问 我靠 那也够呛了 这儿的兵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硬多了 我们没专业设备 刚才我和狼风 用铲子用力敲过冰锥 敲了几下 手都麻了 只敲出几个白印来 要打穿十米 恐怕得花上点时间呢 一个星期可能都不够啊 重力兵和其他河床上的兵 不同 河床兵的原料是河水 里面有杂质 而且含有大量的气泡 河床的温度也不会太低 但是重力兵是被千年雪 一层一层压成的 不仅杂质少 而且雪层地下的冰温 可能有零下五十多度 在这个温度和纯度下 冰的硬度和密度是非常可怕的 胖子说 我们不是有炸药吗 干脆我们爬到石头上去 再放个泡眼得了 话和尚和我马上摇头 我想着 刚才差点就死在雪里 没好气的 对他说 我说胖子你还真不长记性啊 刚才还没尝够滋味啊 而且如果冰川真的是空心的 再小威力的一个爆炸 也可能把整个冰穷给炸裂了 如果你的假设是正确的 破坏力太大的方法来打洞 就不能考虑 挖到关键的地方 可能连冰铲都不能用 一旦弄不好就是连锁反应 胖子对理论科学非常反感 你这是本本主义 冰铲都不能用 那怎么办呢 难道用条羹来挖呀 你不要仗着自己是大学生 在这里危言耸听 人为给我们制造难题吗 这不是 我跟他说呀 我比你还急呢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 谁要是不信呢 大可以试验一下 一个问题想通了 又来一个问题 一下子气氛又沉闷了起来 众人都不说话了 开始想解决的办法 正犹豫不决呢 突然闷油瓶 拿着顺子烧茶的无烟炉 走到我们边上 往冰上一放 滚烫的炉身 马上和冰冷的冰面起了反应 发出啪啪的声音 他问我 这样行不行啊 我一看心说 哎呀 对呀 他娘的都冻驴了 没想到这办法 用火不就行了吗 冰的硬度和温度直接相关 温度一升高 硬度就会下降 冰墙表面就开始变脆了 冰铲敲击造成的连锁反应 就会减弱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 先把表面的冰轰软了 然后整块地敲下来 露出里面冻得严实的冰心 然后继续用无烟炉烤 重复直到杂通为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马上做实验 掏出了自己的无烟炉 点起来放到冰上 一分钟后用铲子削冰 果然书上说的没错 催化的高温钉会整块地裂开 不过因为四周气温太低了 这样做进展非常的慢 我们轮流尝试 直到将近三个小时 天几乎全黑的时候 墙上才被我们捣过出来 一个半米宽七米深的凹陷 下面冰层的颜色明显变化了 冰的纯度也清澈了很多 已经可以肯定胖子说法对了一半 绝对不是自然形成的冰 胖子腰上绑着绳子 双脚撑在了冰井两边 最后用无烟炉烤了一下井底的冰面 然后用短饼锤子一砸 想再砸下一块来 没想到啪的一声 冰穷裂开了一条风 一下子我们感觉到外面的空气 涌向了那个破洞 吹起了一阵的风 温度陡然就凉了很多 胖子又一砸 将底下的冰块砸碎 碎冰跌落而下 果然出现了一个洞口 下面是空的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连胖子自己也惊讶了一声 还真给我猜对了 我们将他拉了上来 所有人围拢的洞口 争先恐后地 拿起手电朝里面照去 冰井之内 是一个灰蒙蒙的巨大空间 整个冰穷犹如一个透明的碗 扣在一道峭壁上 无数挂满冰临的木梁 从峭壁的山岩上竖起来 交错在一起 形成类似于脚手架的结构 撑着外面的冰碗 这些就是胎影身上的刺了 峭壁之下是看不到底 漆黑一片的深渊 而在大概一百多米落差下的 峭壁山腰上 我们看到了那黑色胎影的真身 那是一个巨大的胎形山洞 也不知道是人工修造的 还是天然形成的 洞口足足有一个标准游泳池那么大 乍一看 像极了一个黑色的巨大婴儿 我们看得惊呆了 几个人都几乎说不出话来了 胖子眼睛很毒 抓住我的手电移向了一个方向 看这里 在他的引导下 我们眯起眼睛仔细去找 这才看到 在那山洞之中 竟然还修建了一座横延飞凉的巨大宫殿 有一部分建筑探出了洞口 用木头篮子支撑在峭壁上 犹如悬空的空中楼阁 而大部分的建筑修建在山洞之中 看不到全貌 因为常年在低温中 到处凝结着冰屑 露出洞口的那部分建筑 看上去灰灿灿的 并不明显 所以粗看并不容易发泄 我们发现的这个洞 这是陪葬灵的灵宫 也就是摸金校尉口中 长提的龙楼宝殿 灵墓中的灵的这一部分 而埋着墓主人尸体的墓 应该是在这灵宫的底下 山体之内 我不禁感叹呢 还以为这里最多 只有一个隐蔽的地宫入口呢 没想到万奴王 做的这个排场这么大 陪葬灵都设了如此巨大的灵宫啊 那如果云顶天宫没有给大雪覆盖 将是怎么一幅壮观的情景呢 真的无法想象 古人的智慧 无法不让人感到畏惧 胖子首先反应过来 大笑了起来 接着其他人都笑了 大家互相击掌庆贺 我被胖子的屁股一撞 差点从冰上滑下去 化合上急忙阻止了我们 他指了指头顶的血牙 意思是小心再塌方一次 我们全部都在冰牙上 一个也逃不了啊 我们这才强忍住了心头的激动 安静下来 但是几个人的脸上 全是按捺不住的狂喜呀 现在想想盗墓贼 就算是天大的盗墓贼 有几个人能盗绝的 黄灵这种档次的 如果能进入黄灵一次 又能安全出来 已经不会去在乎里面有什么宝贝 就这弯你就大了 不说吹牛能吹多少年吧 自己的心态肯定就不同了 这种吸引力谁也抗拒不了 就连还没有自定是盗墓者的我 也有一股极度的冲动 从心里涌上来 简直迫不及待想下去看看 化合上拍了拍脸 想让自己放松下来 然后转头问陈皮阿四 我们是现在下去还是明天再下去 陈皮阿四 阴阴地看了我们一眼 明天下去 你们忍得住吗 我们整顿装备 把无烟炉熄灭收好 所有的稿子铲子都折叠起来 几个人都似乎有了默契 速度非常快 很快都收拾妥当 集中到了我们挖出的破口周围 这是人有了共同目标的时候的典型表现 其实说起来很幼稚 收拾得再快 与是不是能早点下去 一点关系也没有 因为谁也没有碰过黄陵 再怎么样 也要经历一个熟悉的过程 不过 当时就是觉得不能让别人抢了仙呢 所以就出现了可笑的一幕 围到破口周围之后 大家突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就好像很多人商量了半天 去哪里玩 决定之后发现谁也不认识路一样 几个人面面相聚 都有点恶然 我看着洞内 心里稍微分析了一下 其他倒还好 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 我们所在的位置 开在深渊的正上方 离灵宫所在的胎洞 有一百多米的落差 和二十多米的横向距离 我们虽然有足够的绳索 但是无法越过 这横向二十米 靠荡是荡不过去的呀 身后的陈皮阿四 看到我们这个样子 冷笑了一声 一群没出息的 说着他站了起来 让我们都让开 我的心里暗笑啊 陈皮阿四的老人心态 还是无法避免 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他 马首是瞻 刚才胖子露了一手之后 他难免心里不舒服 这时候看到我们这样 就忍不住要口出恶言 来挽回自己的地位 这是很多老人 普遍的心态 我们就给他 让开了一个缺口 画和尚自嘲的一笑 老爷子 小的们不是都乐晕了吗 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 您说这斗 该怎么个刀法啊 陈皮阿四被夜城 搀扶着蹲下来 看了看破洞之内 万变不离其宗 小心为上 咱们先找一个人 上这些撑着兵穷的 木头廊柱 顺着廊柱爬到 山洞的上方 然后用绳子 下到外面架空的 箭柱瓦顶上 我们看向 结满了冰的木头廊柱 每一根廊柱 足有一百多米长 绝对不是一棵树的原木 肯定有木蝎子 把几根木头连起来 这样的结构 承压不成问题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承受拉力 如果不行 那就完蛋了 一根木头廊子 坍塌之后 下落的过程当中 必然会砸到其他的廊柱啊 到时候整个兵穷 都可能会塌呀 这样的方法 还是十分的冒险 但是当时大家都急着想下去 也没有过多的考虑这些事情 而且似乎其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这里适合汤雷的 只有攀子 其他人无论身手体重 都不合规矩 所以攀子只好挑起了这个大梁 我们在他腰上 绑上蝴蝶扣的绳子 身上只带一些清亮的装备 盘子看上去 有点兴奋 陈皮阿四给他传了一口酒喝 让他镇定一下 我说小子 千万别乐昏了头 咱们目标不是这里 下去 招子给我放亮点 招子 招子是一句黑话 就是指眼睛 攀子点了点头 深吸了一口气 就小心翼翼地爬下了冰井 然后用飞虎沼子 绕上了一边的木头狼子 像特种兵荡绳一样荡了过去 一下子爬上木头狼柱之上 一踩上去 木头狼柱就发出了一连串 十分让人不舒服的冰块爆裂之声 我们顿时都屏住了呼吸 攀子也脸色惨白地一动不动 唯恐狼柱解体断裂 然而幸运的是 等了有十几分钟 狼柱的那种爆裂声停住了 四周又恢复到了一片的平静 受力又重新恢复了平衡 我一想也是 可能是自己多虑了 上面的冰穷如此沉重 木头狼子之间的压力非常之大 我们就像蚂蚁一样 应该问题不大 几个人都松了口气 给这么一下 我们都清醒了一点 那种莫名的激动 有一定程度的减退 攀子继续向前 走得更加小心 几乎是在跳一种 节奏极其缓慢的舞蹈 我们的心也跟着他的步伐跳动 好不容易走到了 狼柱尽头的山崖石上 下面一百多米 就是山洞的所在 我们给他打下去守电光 太发散了 攀子打起了五六只荧光棒 一只一只往下丢去 黑暗之中几道光直落向下 有几道像流星一样 消失在了深渊的尽头 有几只掉落十几米后 撞在了瓦顶上 弹了几下停了下来 同时荧光棒里面的化学物质 因为剧烈震动而发生反应 光线越来越亮 隐约照亮了兵穷里面的情形 接着攀子丢下绳子 一直垂到了下面的瓦顶 然后迅速地滑了下去 看着攀子稳稳地 落在了瓦顶之上 我们这心才算放下 攀子朝我们打了几个手势 意思大概是过程很安全 我们又开始兴奋起来 接下来第二个就是化合成 我们陆续地小心翼翼地 照葫芦画瓢 一波一波有惊无险地 下到了瓦顶之上 一百米的平衡木 和一百多米的绳索攀爬 这可不是儿戏啊 我到下面之后几乎站不稳 要攀子扶住我 才能在琉璃瓦上站定 刚才您听到的是 小说播讲 盗墓笔记之 云顶天宫 本剧由一路听天下 3w.t1678.com 倾情制作 听众朋友 本集盗墓笔记之 云顶天宫播送完了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